好的 欢迎回到比赛现场 上半场高一段落 比分现在其实很胶着 但是对于Hero来讲不是很有利 其实明显能够感觉到 今天的Hero实现状态并没有像上一场那么好 第二点的话 就是我感觉其实老干爹大哥做了足够多的针对跟研究 这也可能跟Hero前面比赛打得太多有关系 两场比赛加起来因为败者 他们加起来打了13局 所以导致了他们现在 不管是每次对于下路的进攻 都会被老干爹化解 还是上路会被人抓住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Hero虽然说场均时长18分钟 但他其实在上一场跟2W霞的比赛当中 包括巅峰对决4局里面有3局的获胜 都是在13分钟之内的 但今天你看有哪场比赛能够快捷夺的打出来优势 打不出来终结不了比赛 对或者说拿不到那么大的前期优势 其实坦野这套就是前期优势要打出来 但是今天他们被针对的有点厉害 没错 但是不得不夸上一把的狂铁确实很carry 是的 特别的秀 看下这一期的一个VP适应 老干爹还是没打算把露娜这个点给你 因为给了你之后你就会去搭配首约 直接一新啊 那这局还是得保出什么呢 配了一个凯 其实孙并搬掉了 你直接出一新的话 之前的搭配可能像配黄忠的那种MPG最喜欢的 那现在黄忠也是没有的 算是行 凯悦 第二还是挺明确的 他就拿一套能开的能冲的 凯的话基本上就配个能冲的站边就是关羽之类的 千枯为佑 加罗 先把 不着急 这个就是重心所在 优先还是拿发育路而不是对抗路 因为加罗的话你二的帮会不会搬的 对 因为是老干爹的这一手海跃限制了他 如果说他这是第三楼拿关羽那不是背抗的 对 没办法就拿不了关羽 哦 自己搬 就趴对面来切加罗了 我蛮好奇他的对抗路要什么 他会不会也是个狂铁 哎呦 把你夏罗特也给搬了 其实狂铁加凯终极也很猛 啊 还行 因为这个英雄战士嘛也有弹度 我感觉主要是你不能补个脆皮 你海跃一拉走其他人刷牙一枪一个 而且你配的名声 你的刷牙一枪一个 如果都是脆皮的话 哎呦 狂铁都给你想到了 呃 这怎么选 没关羽现在T0的编络感觉就是狂铁 谁说女子 华姆兰 我觉得华姆兰前期有点弱且 7C的能力 不如关羽啊 还行 如果这些海跃带走的是华姆兰 那这个凯就听蹦的 但重点就是现在对抗路是Counterpeak 对于老干地 是 看给小洛拿什么吧 我怎么感觉小洛要选曹操啊 马抄啊 这个BO7的第四局呢 本来了 这一手阿古多马抄有点厉害啊 但是也有风险 因为他们的前排坦度是不够的 就是阿古多这一个点 那这样的话 Hero的有所谓要考虑一下了 我就得给点保护的 蹲山 蹲山 马抄虽然确实有点难受 但是有海跃拉且 阿古多很恶心这个蹲山 不过说实话 这么多都要被拉 他还真拉不过来 哎对 而且打阵地战的话 一心一个大 蹲山一个大 框到几个四几个 我感觉还行 因为老干地的阵容就是 一旦我冲进去 那是要一起补伤 还要不然马抄一个人切不掉 老干地其实我说实话 这个阵容看起来不是特别好打 但是这个马抄不是特别好打 对 但他们今天已经靠手法创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画面 是的 他们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个蹲山如果说九库这局一直开 把你造成一个脱节 那你脱节了之后这个团就爆打了 但我觉得首先是我说一个点 我觉得无论如何 天尔不能让这个马抄前期再太顺了 表示小鹿的这个手感 就是我觉得你可以跟他持平 就你花木兰稳稳持平就可以 我觉得你就是千万不要让这个马抄前面再拿几个人头啪啪拱起来 哇那是无聊 真的那个可比我觉得不比 我觉得可能比刚才那狂体还恐怖 马抄戳个加罗 说句实话 你给马抄几个人头 那跟给香香有什么区别吗 是的 你中期扛不住那个压力 因为我对马抄理解 我觉得很多这种其实马抄都很限制 但是马抄有一个点就是 你限制他 不一定就你能把他摁死 他在团战中其实配到阿古多的情况下 这个马抄的作用 他就是跟着对我一起打伤害 只要阵型不乱 他的伤害是很高的 就算有个 看到有个盾三打他标之类 但只要他不死 他的威胁永远在 当然还有一个弊端 老干爹这个阵容 就一旦他是逆风 没前排 根本没有前排 没有一个人能够抗得住 对 但其实这么多把看起来 这个队伍其实还是那个风格 他不太考虑逆风 这也是年轻人做的队伍的风格 包括Kat自己的进攻性风格 其实上局比赛 他们的语音也能够听到 其实好的点吧 我觉得是他们变稳重了 赢了比赛之后 没有那么的飞扬了 没有那么的燥热了 对 可以冷静很多 对 因为上场回去 角哥指不定是怎么教育的 但是肯定是没有那么躁动 但是我始终感觉 其实还是执行力 还能够再提 我说实话 因为你如果还要走得更远 你还能够再提 其实今天的Kat的指挥 我真觉得是板刀位 就是他其实 他的风格跟着几个选手 应该说是非常契合 如必如止 就是看到底大家怎么样 能够磨合到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合适的一个点 对 会特别舒适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如果这把老干亚大哥再打一分 首先赛点 第二 哪怕巅峰对决 也能先选边 没错 我们进入比赛 双方的下半场 比分二比 全军出击 盾三啊 还是要老古老的玩法 就是来中路看 怎么拿了一血 再进化的 对 打出了一个双枪进化 反应还是很快 那两边都选择从下半去开始看 对 但是因为花马兰来中路逛了一拳 所以说线权这边 马超是强调了花马兰的线权 对 加罗把自己蓝都点干了呀 是的 中路的是孙尔香拿到 哦 这一项捅出去的和蟹爆说 他在等枪 哎 空了 还真不好说 没戳到 对 这点小尴尬 其实他算准伤害了 是 但是歪了 但因为花马兰慢了第一波 现在就只能都是慢的了 对 但这波线如果花马兰能用一点生命值卡在外面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这右上角的花马兰的绿色血条啊 是慢慢再往下掉的 哎 哦 他还没有卡线 还是放直正好被打了 对 那一般逆风对线的话就是卡线一定是转 对 一个牛的对抗路啊 他会把一波猎身线转换为下一波的优势 哎 没错 嗯 他不会永远猎 很细节 除非他自己想力 哈哈 这波阿武都已经刷完了 那怎么凯不帮他只能自己打下心了 但是感觉有点危险啊 没到四 老干爹好像不太想压 没动他 可能是想动的一瞬间凯还没有弄 不确定凯会不会在后面反蹲 下路压力有点大 下路压力有点大 Hero这这把感觉跟前几把一样就拿到一个四保一的阵容 他的四一打得很早啊 你能够看出来 Hero今天的主旨还是在发育录 对 奥含这个点 但是要保证的是他们打团的时候也是要保他呀 对 他们的目标已经逐渐转换了 从除了第一局之外 那个阵容是要进野区之外 他们其实已经慢慢的不把中心放在上半区了 嗯 是的 他下路有个盾扇 举个盾 那线权还是稳稳的 对 但是能不能压下路的边线 其实更在于中线能不能抢 如果Hero这边 哎 先看这边拉进去了 带走了 应该会打出被动吧 主要是等队友过来 这是关键的 看阿古索这个蹲点能不能达到啊 二大兵 架住 打成半血 一心被打死了 马超被狂住了呀 扛不住 马超先走 闪现拍拆火 双双枪翻滚扑两枪 伤害有点高 蹲山举盾 双双枪前期打队还是慢 是 那这么一看的话还行 掉了一个工具人 换的是你一个C位 对 对于Hero来说确实是小赚一点 那毕竟是被拿一血啊 那么花姆兰是出的一个经济护手 加上布甲鞋的话 那么这段时间 马超阿古朵是对他不可能有任何想法的 对 那说明这把 诗约的 或者说整体Hero的玩法就是花姆兰四级之后 你出好看压装 我们正面四个人给压力 打我们的 对你自己注意 拉走 那其实在老刚才大鹅的角度呢 老刚才大鹅的话 其实现在花姆兰看样子已经也很难去 有给到压力了 所以对于打四夹最好的情况下还是把中抢好 如果对方中线没限权 其实就算转到了射手路压力也给不大 是吧 其实这波差一点铃铛都跑了 但赤城很细节 站在侧面等 然后用大招砸死 等一新的变动结束 你看铃铛在倒之前把大给晃出来 对的 然后我刚刚学历下说 老刚天的打法其实现在上路没节奏的情况下 他们要防止Hero的自一就是马超先来到这种路 我边上线给你花姆兰 因为我就算抢了我也对你没有压力 就他后勤线一样吃两路 对 他既能吃两路也能帮助自己队伍抢中线 顺便给Hero自一很大的压力 你就很难爆成四 没错 对 所以说现在马超的话 所以说现在老刚天其实挺舒服的 这波花姆兰也靠过来了 嗯 花姆兰觉得抢线好像也没什么用 但是中塔啊 得管呀 有点慢 有点慢 写掉有点多 一个架大 把收枪的伤害躲了 但是说实话啊 这波反应真的够慢 对 但是这波整体的结果论好像Hero赚了个一塔 对 那还行 但是这个中一塔 其实被磨了大半血了 对 但是你看九库这个英雄名字叫什么 顿山 嗯 他的被动是什么 修塔 那么确实就 哎 上路修不了 好像想赶过来修啊 再回中 又来了 现在最不能掉的就是中路的一塔了 是的 太来了 修塔弓上班 华姆兰是没压力的 这个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错死就不会死 对 这个英雄只要他不想死 他就想跟你稳稳的发育 你没有任何办法 对 不问你是冻黄或丈量 是 这不一八一九年的代表战编吗 对 他的容错率太高了 在不是很烈的情况下 华姆兰你想抓他废的成本要巨大 所以老刚才根本就不看了 对 马操现在也不管 我就来抢龙 动他没意义 看他前两个装备就已经很明确了啊 我就不会死了 是的 我打击马操我也不想杀你 我基地固扯人家布甲也挂身上 没错 我不出事 正面带我飞 其实这把 老闲大鹅还是得打团的后 考虑绕后这个事情 正面是突不过去的 对 他两边这局都是宝大射的一个阵容 现在决议的境界高一些 正面一个盾 一个花木兰的重剑再占个凯 这个盾三不管团战能发挥多久 但是他能给Hero拖很多的发育时间 因为你就算小顺 你在团战中打悟中心很久 那么C位的环境比较好 很能挡啊 对 现在的孙尚强打不顿太慢了 但后期两枪就没了 没错 但他可能会被凯有点赶着跑 在他装备成型之前 成型之后无所谓了 神招孙尚强凯也挡不住 当然有可能海悦会把他拉走 就不让凯来限制他 对 但是那花木兰和盾三 就有自己的发育空间 我觉得还是得绕 其实这种所有在网络上里 长城系列的英雄 就是正面都是难以突破的 你知道吗 哦 这么巧合吧 这里面四长城 花木兰 然后凯 加罗 加罗加盾伤 对 我还要来中 对 因为边线确实挺难搞的 现在大部分要拖节奏的就中阵容啊 他们都会选择两边的塔一旦推了 就先暴中 抢中再输 对 这把是其实有点无奈之举 因为双边其实都打不过各自的双边了 对 他只能先抢中来缓解一下对 对方对于他们边路的压力 是 对 然后对面就算抢了边路 中路没线权的情况下 其实也很难抱成一个四腰 这两边现在整体都有一点下不去手的那种感觉 嗯 想下手但无从下手 还在寻找一个缺口 对 真的拖有七百 两边一边是加罗一边是酸上香 加盾伤 其实都感觉自己可以 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济的发育速度 刚刚决议还才领先六百 现在就一千了 一千三了 五千七了 马上六千 加罗这边的话 一直想打节奏 因为他没有吃双线 所以说 慢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对于黑人 有阵一拉有点关键 哇 双C 更伤害 明师尹有点扛不住 把打扎 打开 闪拍下去 海悦拉拉完之后 中间现在没拍到 侧面开在看马超的位置 马超开新技能 那里来回加速跑 马超统治 领线压一键压残异 疫情的位置 侧面在赶刷箱 残血被赶走 海悦出来一个闪现 直接拉飞 对上一个反背 马超被打掉 打了波林花 是的 全是残血 这个框很关键 非常关键 主动开了一拨团 是的 但香香这个核心点没有倒 对 还好孙二翔没倒 但你发现一个问题 老甘迪这边的伤害不够 因为香香被打残了 没有办法去补伤害 而马超没有能力进场收割 其实他已经尽力了 对 马超这把的环境是需要 其他四个队友帮他铺电 如果把对面的技能和状态 打掉他进行一个收割 那能最好铺电的可能就是香香 但香香刚刚的位置 所以限制很难受 主要是在酸热箱这个伤害威慑起来之前 这个阵容缺库 对 大家可以 其实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怎么马超在团战中的发挥 其实他很尽力了 对 我不先看 对 进化还交了 主要是C位被开到了 散排三个 拍完的一瞬间 拍完的一瞬间 导宝给了个海域环境 看不到马超发挥了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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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能看到 你看 从进去 三下 打出了一心的被动 后续再统被盾三 架住了 对 被盾三的这个大招 还有个二 九库这部团很关键 沿着两盾 又拉 这锅拉的是盾三 哇 盾三在里面 很难受啊 盾三的被拉进去是没压力的 对 但重点是在于什么 从来自己要倒下 就被两个 拍死啊 背完两个之后二连击破 这盾三这把 有点C的 真的是立了大功 对 又架盾 打马超的收枪 等一下 阿固 阿固的伤害好高 哇 QQ的伤害差点给奥寒拍死了 但是现在主要问题是什么 就是你盾三背走之后啊 正面一个花木兰架中箭 一个魔凯一圈往那里架 非常难受 因为鲁鲁大哥这里没有控制 就导致你除非拿伤害把他打走 是 如果你不打走他盾三里面举个盾 还越是拿他没办法 他一点办法没有 就进去多少血出来多少血 而且出来了之后他还能开你 对 但是孙二香现在的装备伤害 不足以去对他们构成威胁 对 经济还不够 而且孙二香能A到花木兰同时 花木兰中箭也能拍到你 对 所以Hero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中期频繁的跟你开团 没错 刚刚我其实有一点没补充 就是Hero的话 在四分钟到七 六七分钟左右 一直想去打边路二塔的节奏 但发现中路一塔 中路的兵线抢不过 所以很难抱成一个四 他们就改变思路 只见着中林打巫团 没错 就是这 反而出现了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好的效果 就是孙二香这里伤害很高 但是一旦面对一个花木兰的重箭 如果你要上来点他 他直接拍你了 对 这个太痛了 你能点到我一定拍到你 然后孙三美四从海悦大道里出来的时候 那一背 甚至有一种闪背的感觉 对 而且孙二香如果被拍了之后 那就意味着海悦基本是必死的 就是海悦 对 暂时在团战中挺尴尬 你不拉盾山吗 其他马超和双弹枪两个大盒没输出 所以其实核心还是等 我觉得还得等双弹枪装备再齐起 对 但是现在这波是有一波小爆发的 暗影战武加宗师加一个武进 对 一个大 阿古朵 位置怎么说 盾山架在前面 阿古朵被点成残血 我们来中间拍一下 架楼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这波拍的不是特别好 但是双弹进化被一星拉出来了 还是在手 哇 三分之一血的盾山举个盾 感觉能打五个人啊 主要是 早点拉不过来 真的拉不过来 真的拉不过来 我觉得盾山慢慢的往后面 哎 先看着波 击跑 想吹 两枪 哇 苍穹好肉啊 押住位置 苍穹过了 再刮一下 中枪拉枪全部打出来 什么会一个人落单 在这种位置被捅死 他在蹲好像 对 不然就还是 刚才九哥也说过 花门的英雄自己不想死也挺难的 刘哲心率上来了 前面一直是稳在一百 是 中路再开 没框住算箱 盾山举盾 我现在有盾 盾掉了加大招 再来一个 赶紧走 他知道盾结束 他得死 是 凯再救一下 那一波技能全交了 你这个中塔也得给啊 哇 这把团战很多啊 很刺激 果然这个时候 决议他有三千套之后 就是一个小爆发 给你爆团了 对 现在的小盾 三枪就掉了 拉 没拉走 但是你 为什么Hero 老是要掉 这个掉点 掉的他就很难受 你知道吗 他在关键的时间点 30分钟之后了已经 对 关键在哪呢 就是关键Hero 现在其实围绕加罗打就能起节奏 其他人其实不用去 搞花的 跟着加罗打团 或者说打平推 他都是有进攻的 是的 对 其他人不用 就只要别人对加罗没威胁 就不用太早 等一下 我觉得那波应该导不老是可能有回放 我们可能会看一下怎么回事 看下到底是谁蹲谁 但这波很关键 但是有一个点 我觉得帮我能 还试想蹲 越时是试约想蹲 但他状态也不好啊 而且还有个点 刚刚想说什么呢 就是他没有穿假弓 这个打这个马操 其实蹲到了一套是死不了的 不是 这个点是什么 先别急啊 先看这波 我觉得一个是什么 就是你在野区蹲 你伤害不一定够 第二个点你在别人的野区 你的这个 别人的支援速度一定比你快 你的队友想支援 你会把队友的安全系组拉高 你没有站到 你没有侵占了别人的野区 对 别人支援速度很快 第三点你没有随心锤啊 先说的 还有那个先说的很大问题 你别捉嘛 你围着恰落大铺好吗 你干嘛非得去 搞这么一下 呃 说个绝对点 甲萨花本来把马操蹲死了 因为那个位置 诶 龙抢到了 豪凯啊 这个其实也是个点啊 说一下 就是狼艾大鹅 他们有一个数据 跟他们的这个战绩是不匹配的 哪一个 成绩非常好 但场军主宰只有0.65 场军暴军只有0.55 就是他们的控龙数很低 哦 翻上来 被框住了 但是没人过来 怎么说 跨不蓝牙中间 打开 闪拍两段 一心一框的实在太好 一枪拉过去 盾三闪杯 自己被反架 别走了 是的 闪现跟输出奥寒 减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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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两下 打了个四人头 三连角色 怎么感觉要 要猝死啊 20秒 如果能先把这个塔点掉 就猝了 肯定能啊 复活了 还有盾站的盾啊 很肉的 正面顶住 看明镜想出来脱 他脱不住吧 脱不住 那也得倒啊 往连顶 复活老中的时间 高低5秒钟 来得及了 有点无敌了 是赛点还是拉平 往前走一波 奔上能取大招 压过去拆掉 我们高兴 南京 双方半平 哇 这一手一心的蹲伏 和双翔翔 往前滚给了个机会 直接吐死 MVP 我觉得铃铛 这局开端开得非常果断 几次了 矿到双翔翔就两次 而且最后这波很关键 对 蹲三点背得好 但是我觉得真的功劳的人太多了 你说抢这套艾竹太关键 不好说 我觉得九库铃铛 其实都好 为这个龙抢了 但是前面那两个人太顶了 是 铃铛这里抓了什么 他是雪中送炭 就是已经瞬间被吊点 搬回去的一瞬间 他又拉回来了 没错 不知道 我觉得都可以吧 不然听一下评论席的看法 评论席也不知道 这把MVP 我是觉得可以给铃铛 因为确实那挺关键的 放得很好 蹲伤其实也背得很好 对 这把本来一开始的时候 我看 Hero前四手打对面的时候 感觉老感觉挺优的 但直到后面出了个蹲伤 感觉 一瞬间 是的 直接就支持Hero了 直接就觉得Hero能赢 对 而且你会发现 两边真的 你今天四局看来 你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他们的运营啊 方向有问题 就是看哪边团战现在处理的好 对 就是他们在拿到优势的时候 进攻的方向全是没错的 就是都是对的 只是在他进攻的时候 团战的细节处理上 是怎么处理的 就是可能一个细节没处理好 这么就翻回来了 其实这把打团就是看海悦拉谁 但是你拉顿山吧 花木兰和凯尼又限制不了 你拉 你拉花木兰吧 顿山在那里架个盾 你马超完全就没有输出环境 对 他 加罗就往顿山的身上走 顿山举个盾 你马超 你直接就没大了 你一也没大 就只能二级能戳一下 对 然后最后一波拉加罗被加罗给打了 被加罗点死了吧 对 其实主要还是在目前的这个阶段 这个是出了一个 哦 这个装备应该是 是那个击退的装备吗 是击退 但好像是应该是最后换的吧 他如果这样出装的话 没见过 没见过就算蛮幸运的 可能是 哦 应该是首家的时候出的 我觉得因为他首家他只剩一个人了 他得去脱装 就是脱 脱一下 脱一下 这件装备的话是一个就是 就是包括那个行刀之戒 也是可以减速一下 就尽力拖嘛 是 因为我实在想不到他这个装备出来干嘛的 应该是高地就是没办法的时候出的 极限防守一波 极限防守 用击退的那个机制去拖一点点时间 让队友复活 对就是想尽办法能拖一点拖一点 我觉得现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这个阶段 就是在这个阶段 其实呃 这一把其实当时这个盾山一锁下来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在于 应该去怎么破盾山的这个盾 主要是他 你要是说想拿阿古的马上你搬吧 搬不到盾山 对也搬不到盾山 但是别人五楼就卡了一个出来 你就没什么办法 对 然后你的辅助还是个小名 对 除非你团战多拉扯一下 对 多拉扯两套 本局NVP给到了铃铛 这个一星最后一波 框顺上枪 或者 其实前几波也是 也框得很好 他这一把都框得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团战上面了 就是两个队我现在就在平团战了 我觉得后面三把 就是有可能会打满嘛 我个人认为是打满的 对 这两个队其实非常胶着现在 对 现在非常胶着 两边都打得很好 他们的现在的就是思路很明确 就是大方向都没有问题 团战细节方面 哪边处理的好 哪边就能赢 是的 可以看一下 其实吧 就是我们也可以注意到LGD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想要去解很多东西 但是难题太多了 对 你看就像这波 他把盾山拉进去了 马超能稍微捅两下 但是吧 也打不出来什么伤 然后盾山出来的时候 架个盾 然后又把马超背了一下 就很伤了 其实 对 没错 而且这局的时候可以看到盾山其实有很多波 有两波吧 我看到的有两波 他就是 举盾把那个马超的枪吃了 然后救了队友 这波是 这波是 这波也宽道算一下 对 直接就拍死了 然后主要海悦在侧面是拉走了加罗之后被加罗在幻境里单杀了 没办法 加罗窗没太好这个时候 是的 所以我们当时思考的就是你要打断盾山的举盾 或者是想办法破他的大招 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他举盾的时候用球球大招砸 对 还有一种方法是就是用海悦拉 对 但是这两种方法是问题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原因是什么 你拉了凯花木兰盾山你解决不掉 你拉了盾山花木兰凯解决不掉 你拉了花木兰凯和盾山解决不掉 球球你砸也十多二十秒 你砸一次 别人举个一技能一下就好了一下就好 没错 主要你球砸过来的话我可以直接加个大用霸体顶你 对 你要是想砸球之后你直接打团的话别人盾山又有大 对 也只能就是说小拉扯一下 最好的就是说把盾山大拼出来 然后再打一波 对或者就是 要多拉扯一下 海悦直接拉到 拉完盾山之后直接就把团开起来了 否则你等盾山就是海悦拉进去之后 如果团开不起来的话 等盾山出来 那等于你这边少了个大招 我盾山还技能还都在 是 对说就很伤 蛮伤的一点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其实他们却打回来了 就是他们在人头落后的时候经济反超了 其实是不差的 对经济反超了 打团没有搞得很好 其实核心点是在于就是LGD找到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我不着急在中路跟你接架 对 我跟你现在就是蓝buff 你可能地形没那么好 特别是异星框大的那个位置 没那么好判断的一个地方 因为中左和中右是异星框大比较舒适的区域 很简单 视野一照 我异星就可以判断我怎么开这个大招 没错还是盾山比较舒服 盾山在中路也比较舒服 因为他腿比较短嘛 对 你在中路那么小的地形打随便打的 但是后面LGD找到的办法就是 我打往边路打 就是拉 就是趁你盾山不在这 在我这边的时候 我给你接波小团战 如果打交你掉点的话 我这边再接 在猪子团打之前竞技都是领先的 但是没想到一波挑战也结束了 其实当然还有这个无谓那波凯抢龙 对 那个主宰 抢了个主宰 主宰其实在帮后面的这个强推进上面 有巨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中路放了一个就是强化板 暗影之镜 然后这条暗影之镜 其实一放就对于LGD来说 真的是完全猪子团 本来还有机会拉扯一下 如果是常规兵线可能还有机会 对 而且就现在有个点 就是我觉得 Hero的这个 已经接住了LGD的套路 就什么意思呢 就LGD不是很喜欢在中轴 频繁跟你抱团打优势吗 对 因为他们要依赖小洛的这个 战边特别这把给到他马超 去要打出一些优势的 但是 一旦我破掉了你中轴的这个局面之后 LGD要花好长的时间去反应我 就是你来中路跟我接探 好啊 那我选一个中路给你打团不虚的那种 打呗 对不对 那你打不过我那你怎么办的 然后你就发现LGD就会蒙一段时间 然后他们在慢慢的寻找一个破局的方式 所以说在这段时间里 你可以把经济扩得无限的 就经济扩得很大 然后瞬间给他们打中结也是ok的 或者就是说你先把优势建立掉 你就哪怕后面失误了一小波 就是经济在容错率就高 其实像这把的阵容来说的话 对LGD的那个熟练度啊 包括打团的方式啊 其实是要求是比较苛刻的 它不像那种平常的阵容 可能关羽啊或者是狂铁啊 就正常团战的方式 打起来我切了就切了 但它不是这样的 它这个是马超打黄本蓝 是要打黄本蓝加 特别是他们这种就是团阵打不过的这种 它要多去拉扯线 因为马超带黄本蓝线其实是 到了后面它经济其实是 一直比黄本蓝高一点 是可以就是说多去带线去拉扯的 对 而且有很多的前置条件需要打扯 对 比如说球球要捏一下 看一下对方盾山的位置 主要是看团战的很好的机会的话 可以接接 是 不然的话以拉扯为主 可以更好硬一点 对对对对 要做更多的一些权衡 好了比赛马上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